木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口感爽脆营养丰富 是很多家庭餐桌上必备的菜肴之一 但木耳在烹饪之前都必须做一个工序就是 需要把干木耳泡发 部分人为了省事提前一天将木耳泡发好 第二天再来烹饪 其实这是不行的 这样泡吃了会导致肝脏衰竭 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意识 干木耳本身无毒 人们在泡发木耳时如果浸泡时间过长 就会被细菌、霉菌污染 产生有害物质 那么怎样泡发木耳才更安全呢 其实干木耳泡发所需要的时间很短 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发起来 完全没有必要一泡就是一天 凉水泡发干木耳更能保持木耳清爽的口感 还有在泡发木耳的同时 加入一些水淀粉或者面粉一起 可以吸附木耳身上的灰尘跟杂质 让木耳更干净一些 你们还知道哪些泡发木耳的好方法吗 不妨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